大家好,又是我星鮮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看到都很開心,為什麼? 有沒有看到這麼多還沒開殼的? 生蠔,這些都是本地的生蠔 今天逛街市買了一些食物,誰知道買了兩斤的有殼生蠔回來 這些有殼生蠔有什麼趣呢?當然有什麼趣 平時買一隻都要10-20元 如果入去日資百貨公司,買一些外國進口的蠔,甚至幾十元一隻 這些都是本地一帶的生蠔 這些生蠔有什麼吹和吃法呢? 首先,我強烈不建議大家生吃 一定要熟食,熟食有什麼好吃呢? 熟食有什麼吃法呢? 熟食有什麼吃法呢? 首先要先洗乾淨 拿一個盤出來,開點水 放少許鹽 放少許鹽 放少許鹽之後 再拿一些蠔出來 這類型的蠔,大家出去怎樣選擇呢? 如果買好蠔就不用選擇,找師傅選擇吧 如果真的有機會自己選擇,我們選擇這些蠔 儘量不要選擇擦口擦鼻的那些 儘量不要選擇有開口的 現在放下去,用鹽水浸一浸 讓它呈現生機,順便洗一洗,學外面的污漬 這些蠔,我強烈不建議大家生開,因為這些蠔很難開 為什麼這樣說呢? 大家看看這隻手 我不是開它,我洗它也刷算了少許 因為這些位置相當之離 大家洗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浸一浸,目的都是讓污漬煮出來 接著我們拿些薑蔥芫荽 洗乾淨之後,我們就切些蔥絲 無論你什麼食法都好 大家做少許薑蔥豉油 半少許生的蔥絲 薑蔥絲都好,不用太多,少許便足夠 我這些就切過去 接著又放在水上 薑也一樣 喜歡吃薑皮的,就連皮一起 切到最薄,有多薄呢? 用你最上乘的刀工呢? 切到最薄呢? 切到最薄呢? 就盡量切吧 這裏又是 發揮你的小宇宙 用一個推刀方式 把薑絲切到最油 我們都是調些少許酥油醬油 點來吃 吃這些生蠔在日本很流行 怎樣吃呢? 還要吃荒蹄,任你吃 在海邊的小屋子 比較勞理 整隻放上去烤 烤的過程之中就厲害了 好像燃子丹爆發一樣 我們就用水浸一浸 薑、蔥、絲、隔了水 我們就備溶 我們就看蠔吧 這些蠔浸了一輪 就讓它表面有不好的東西 不乾淨的浸一浸出來 現在就洗,怎樣洗呢? 沖乾,沖一沖去表面的海水 鹽水就OK了 沖了幾次水之後 我們就瓶一瓶水 大家都是有個好奇心 星星,其實這裏買了多少錢? 我當然不會說,大家看到最後 最後看我怎樣做完 吃不吃,我就會和大家說一下 現在有什麼好做呢? 最簡單 如果有爐的就燒 如果沒有爐的就像我一樣 選一些大隻的出來 就這樣蒸了就OK了 把心的位置放在底下 我們就放進去 這些蠔蒸多久呢?很快的 蒸4-5分鐘就OK了 如果大家想開蠔肉就怎樣呢? 我待會蒸完這些 我會煮多一點東西 我選一些大隻的出來 那些太細隻貼在一起 我就不做了 選一些大隻的出來 現在隨即在旁邊就開火 我們先燒點水 水大滾之後就放進去蒸 我們約蒸多久呢? 我們蓋上蓋,約蒸4-5分鐘 正在蒸之仔,現在就處理薑蔥豉油 很簡單 家裏有炸完食材的熟油 我們直接放2湯匙就可以了 這些薑蔥不用爆它了 如果有蒸魚豉油就放蒸魚豉油 如果我吃這些蠔就放2湯匙多的生抽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稍微拌勻它 這個蒸魚豉油 這個豉油 用來搓一些白搓腰卵 就這樣攪拌這些豉油吃的 相當好吃 最重要是生蔥和薑絲 如果薑絲生吃,切幼一點就OK了 現在大火,約蒸了4分鐘 我們看看什麼模樣 開蓋看看 有一點開口 其實蒸4分鐘就OK了 現在就拿起來 看到它呈現有一點開口就OK了 小隻的已經開了 因為這些我們都不要蒸到過熟 這些形態就剛剛好 那我就找一隻開給大家看看 順便開猜我整體的蠔賣多少錢 就這隻 我們拿上來 這隻其實都開了少了口 如果大家開生蠔 那時候也是 拿一把蠔刀出來 這把蠔刀就是玩具級 其實有把好一點 但不知道放在哪裏 因為很久都沒有在家製的蠔 我們通常在開生蠔在屁股那裏 這些位置 我們就放一把蠔刀 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我們又貼住蠔的蠔頂 在大致位置 我們先撩脫的大致位 先撩脫的大致位 那隻蠔很容易會離上高的殼 這個大致位很容易 現在這裏就可以吃得了 急不及待,忍不住 嗯 嗯 真是相多之正 再開一隻給大家看看 都是拿一把玩具級的蠔刀出來 我們就在開到的位置 例如大家開大隻的生蠔 也是 在開到的位置 我們就把蠔刀放進去 哪些開到呢 這些就開到 然後呢 通常的大致位 都是在蠔的右手邊 我們就先把蠔的開到的殼 然後呢 把蠔刀抹乾掉 然後呢 我們就把蠔刀抹乾掉 這個白色的大致位 這樣就 要是說 我把蠔刀抹乾掉 這個蠔刀抹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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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麽的薑蔥豉油 這樣就好 還有吃生蠔的網友 給我一個LIKE 我星星 還有吃薑蔥的網友 訂閱我職人吹水的頻道 同時 歡迎加入我頻道會員 一起吹水 今天的分享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 下條影片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 拜拜